中国是一个陆地大国,也是海洋大国,海岸线长1.8万公里,是世界第四,相对应的海防责任也相当重大。 在反舰导弹还未广泛列装前,中国的海防主要靠钢筋水泥,焦住的要塞和大口径要塞炮来维持,在70年代,为了护卫长江口,击鼓交经过解放军一番改造彻底的成为了军事基地,而该基地最令人瞩目的就是五湖唯一的真右海岸炮,66是双连装130毫米岸炮系统。 当年也因为该炮的存在,该基地被称为不成的钢铁要塞,至今那里还遗留着一门大炮,击鼓交经过五年的打造,成为一座防守严密的军事要塞。 该要塞建在场62米,宽刺12米的平台上,有7层楼高,属于独立的海上要塞。 根据资料显示,在要塞上驻扎有180人,属于一个加强连,根据规模可以推测出,当年在要塞内永儿的四座暗炮,后面,随着暗炮系统进一步的发展。 在原有的基础之上研制了70流式双连装130毫米舰炮,成为中国第一代导弹驱逐舰配套的舰炮武器系统。 为耗世舰炮的发展,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70流式双连装130毫米舰炮是一种威力较大,性能可靠使用的大口定舰炮武器。 该炮的威力十分惊人,6枚130毫米炮弹,基本可是一艘3000吨级的巨舰师巨战斗力。 这在当时威力可是相当强大的,同时该炮实现危机或控制,在自动化和射击精度上都比较出众。 而它的出现让国茶第一代零五一型驱逐渐有了配套的对海攻击火力。 当然,如今随着我国军事实力的突飞猛进,岸防炮明显无法满足防御需求,被后来之伤的岸防导弹取代。 另外中国海军随着不断的壮大,逐渐走向深蓝,海防又再自然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。 在2001年被改建成为灯塔,一座20米高的灯塔在原先的七层平顶上拔地而起,继续守护着来往的船只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